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原本是一名忍者 因此他所使用的日轮刀是锁链连接的双刀 刀柄为刺色 刀鱼为金色 平时都用绷带捆住刀刃 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在他挥刀的时候会产生爆炸的声音 由于没有还能从爆炸中活下来的鬼 所以刀身的结构除了他自己之外 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 而且雨水天原还会水深血带在药 只要利用日轮刀发出斩机 造成摩擦就能将他引爆 而且威力十足 能将鬼炸成重伤 是一个追求华丽和爆炸的男子 这不是迪达拉的台词吗 初期 硬住的人物设定并不华丽 而是被绷带遮住了他的上半张脸 是个看不到出来长相的男子 而且体型也相对瘦热 到了后来在鳄鱼老师的加持下 雨水天原摇身一变 从此华丽的男子就此诞生 他的头巾上相有着许多钻石和宝石 眼睛周边涂了许多红色花纹 还把指甲涂上不同的颜色 就连硬住的送鸭也和主人一样特别华丽 脖颈上带有配饰 堪称是送鸭界的时尚代表 硬住总是把华丽挂在嘴边 还自称是祭奠之神 性格有点自恋 魔镜魔镜告诉我 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在一次极渊花街的任务中 为了掩人耳目 他把自己平时华丽的装扮都换了下来 露出了他那眉清目秀的张相 还真是一名美男子啊 尽管阴住的实力在九住中算是比较弱的一位 但是却是鬼杀队中的人生赢家 他不但长着一张帅气的脸 而且还有三个爵士美女老婆 这简直就是帝王级别的待遇啊 最让人嫉妒的是 雨水天原和他这三个老婆都能和平相处 过着幸福甜蜜的日子 而作为一个疼爱老婆的好男人 当然要记得老婆们的生日和他们各个的重要日子啦 要是记忆力不好记不住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需要小时光APP 小时光是一款可以帮你记录 伤化中每一个重要日子的APP 比如说好朋友的生日 重要的纪念日 英雄联盟赛事日程等等 小时光通通都可以帮你记录下来 他不但可以设置提醒功能 在事件的前一天发出通知和提醒 还能够把设置的重要日子 通过一键分享发送给好朋友 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10月16号上映 赶紧记录下来再用一键分享把它发送出去 因为好东西当然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啦 小时光卡有一个更有趣的设定 那就是能让你自定义专属的静态和动态桌布 为不同的事件随心所欲的设置自己喜欢的桌布 我把鬼灭剧场版上映的日子设置成炭子郎的样子 看着那么治愈的小天使炭子郎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里 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呢 小时光卡也可以帮你记住考试的时间 那样的话就不怕复习时间不够 也不会因为时间安排的不妥当而和朋友爽约 从此拥有好人缘 让你也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人生赢家 小伙伴们可以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下载 或者直接搜索小时光 就可以下载到这个多功能的APP哦 天缘的身高198公分体重95公斤 完全是一个肌肉猛男的形象 他甚至可以利用肌肉来强行使心脏停滞 暂缓毒素的蔓延 甚至连他的忍受肌肉鼠都是经过特殊训练 拥有极高的智力 而且力量强到一只鼠就可以轻松举起一把刀 虽然鹰柱平时总爱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温柔爽朗的人 雨水天缘的童年并不幸福 在加入鬼杀队之前 他出生于忍者家族 从小就开始接受忍者的训练 因此身体具有一定的毒素抗性 在父亲严苛的忍者训练下 九个兄弟姐妹最后只剩下了自己和弟弟两个人 因为不满父亲和弟弟毫无人性的训练 他选择了逃离 然而长久以来被父亲灌输的价值观 让天缘产生了自我否定 直到加入了鬼杀队 为了保护他人的性命而拼命战斗 才让他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雨水天缘所使用的是阴之呼吸 是雷之呼吸的眼神 他还有一门叫普面的独门秘籍 通过读取敌人攻击的节奏 将他转化为阴律 在曲目的间隙发动攻击 就能让对手造成伤害 在机缘化街中 因为潜伏在那里打听鬼的消息的三位老婆 突然失去了联系 所以阴柱决定亲自前往化街 为了能够顺利寻找失去联系的老婆们的线索 天缘还把自愿代替小葵执行任务的探治郎三人 化上农妆打扮成女孩子 混入机缘化街中收集消息 同时天缘也在暗中查探老婆们的下落 由于这只鬼能够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气息 所以天缘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上险鬼 在上一失踪后 天缘主动向探治郎和一只柱表达了谦意 并希望他们二人尽早离开化街 以免遇到危险 当天晚上天缘潜入了禁忌屋 并从老板口中得知 店中的花魁十分可疑 于是天缘先到街角店 救下了妻子除贺 在听到弟弟传出了亲戚的打斗声后 便轰炸开了店面潜入地底 并且顺利找到了先前被上险之六堕姬 如走的另外两位妻子 圣羽和虚魔 以及正和堕姬缠斗的一只柱和三亿 在秒杀堕姬的分身后 天缘立刻前往救援 正在和堕姬本体战斗的探治郎 赶到现场时 他看见探治郎正在压制着 因为鬼话而暴走的泥斗子 随后便反手将堕姬斩首 并判断出堕姬的实力并不强 而且认为对方不是上险鬼 没想到的是 堕姬因为天缘说自己不是上险 加上之前被探治郎兄妹重创 露出丑态 又接连被天缘斩首而深感屈辱 开始放声大哭 随着他那声哥哥的哭喊 真正的上险滋溜 欺负太郎在堕姬的身后缓缓出现了 现身后 欺负太郎第一时间 却是在安慰精神崩溃的妹妹 殷柱也趁此机会 向他展开了偷袭 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伤到对方 还遭到肌肤太郎的反击 中了他的血连毒 但是 阴柱凭着自身的抗毒性 暂时延缓了体内毒素的蔓延 同时 贪吃郎等人也赶来协助战斗 阴柱体内的毒素 慢慢开始发作 不过 他也推算出了击杀二鬼的方法 就是将肌肤太郎和多姬同时斩首 但是 自己的左臂已经被肌肤太郎砍断 为了阻止毒素蔓延 他不得不吹动肌肉 强制暂停了心跳 躺在地上装死 同时 也在一旁默默地计算着肌肤太郎的节奏 完成自己的杀手锏 普面 在危机关头 阴柱及时赶回 救下了差点被杀掉的探子狼 而此时 他已经将普面完成 计算出肌肤太郎的攻击习惯和行动模式 但是因为之前已经失去了一只手臂 而无法完全应对肌肤太郎的攻击 导致阴柱再度失去了左眼 不过也为探子狼创造出进攻的绝佳机会 随即探子狼觉醒了半门 并成功将肌肤太郎斩首 而堕姬也在同时被三翼和一只柱一起斩首 战斗结束后 天元因为体内的毒素已经大量蔓延而濒临死亡 但是在蜜豆子使用血鬼术爆血烧掉了众人体内的毒素后 阴柱也因此侥幸的活了下来 随后选择退隐 成了新任主公产物夫灰力栽的护卫 雨水天元在鬼杀队柱里面并不突出 他比不上悲悯与实力那么厉害 也没有无一郎握刀两个月就能成为柱的天分 更没有炼狱性瘦狼的面面俱到 但是在花街之战中 却留下了他华丽的身影 他的隐退给予了新人更多展示的机会 也让他有时间去培养更多优秀的新人 从此也和他三个老婆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若是有什么咨询错误或者不同意见 欢迎小伙伴们在底下给我评论留言 喜欢默默的别忘了订阅点赞哦 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不错过每期的更新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